他很有心吗 就是上次他可能看到我穿高跟鞋磨脚了 所以 顾锡城 你等一下 都是给你准备的 我 那天晚上我说过 你以后所有的心 我都会给你买 这也太多了吧 你干吗 别动 你以后再也不用穿过脚的格跟鞋 也不用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坏天气与你有关 坏天气与你有关 我的世界隐情跟着你变幻 运败与梦与你有关 失眠也与你有关 你是密集唯一的答案 你也可以 呐 你不乱 凯蒙 你不重 你不会 你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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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集点眼底你的喜欢 中尽唐过关 怎能难得 线上推广合约已经走完 别忘了来公司拿产品 好心情与你有关 坏天心与你有关 我的世界倾尽跟着你变幻 坏与暖与你有关 失恋也与你有关 失恋也与你的伴奋 不知道她把产品拿走没有 也不说一声 东西拿到没有 不行 好像太热情了 好好工作 如果出问题 随时取消推广资格 是 胡总 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是要什么 司徒说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敲门 我只是来传递消息 丽博曼先生联系我 后天 塔克夫人来中国 拜拜 你怎么会在哪儿 你怎么会在哪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准备回家呢 正好 我在父亲办点事 上车说吧 我送你 这次真的不用麻烦了 车马上就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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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 你看 你提这么重的东西挤公交 万一摔坏了怎么办 来 给我吧 谢谢啊 别跟我客气 走吧 来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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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你把我送你的鞋 退回来了 好 原来你现在 改穿平地鞋了 是我实测了 我是真没有想到 你会送我高跟鞋 不过现在我确实 不太需要了 不管怎么样 好 谢谢 一会儿有空吗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散散步吧 今天天气这么好啊 正好啊 我也有时间跟你聊聊 找我 什么事啊 好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小时候学画 最喜欢来这里写生了 那个时候因为学画 认识了不少有趣的朋友 只可惜后来我出国之后 大家也就 渐渐断了联系 这样啊 要不是我现在情况特殊 我们就可以用老朋友的身份 好好续续救了 好 我回国之后 就一直在代理 欧洲的有机彩妆品牌 我知道 上次你告诉我你的身份之后 我回去一查才知道 品牌的中文名 《月桂之华》也是你起的 真的厉害 你对我们的品牌啊 真是非常地了解 要是能和你合作就好了 我可真是 一直都迟到一步 要是副总赏识我的能力 以后找我也可以啊 我说的 不仅仅是签约 没事 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嘛 我们来日方长 小心 怎么了 没事 可能是我看错了 我们走吧 小心 快看看你的画吧 颜希 你刚刚都被淋透了 别感冒 没关系 快点看看画吧 太可惜了 没关系 再怎么说 也只是一幅练习画罢了 以后肯定还会画出更好的 你刚刚那么着急 还为我挡水 谢了 朋友嘛 何必那么客气 颜希 竟然真的是你 为什么伤害南宫的人偏偏是你 我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让大家不受到伤害 这就是说 你怎么做的 我可以说